虽然全新一季的奔跑吧 目前还没有官宣阵容 但从生态片的表现 以及各种消息汇总下 我们也是能看到奔跑吧格局 或已经是确定的状态 首先 从目前的态势来看 Andra Baby杨颖子被踢出局 或已是必然的事情 作为奔跑吧 绝对的元老级的常驻嘉宾 杨颖在节目中 无疑奉献了太多出彩的表现 尤其是在邓超 陈鹤等人陆续退出后 杨颖更是成为了 节目最大的营销点和卖点 但因为杨颖个人的舞蹈行为 不顾国内的舆论争议 非要跑去看了一战的风马秀表演 完全忽视了作为工作人物 所应该尽到的表率责任 从而导致了自己遭到了全网禁言 不仅路人员和口碑接近于崩塌 而且各种资源 也是受到了非常严格的限制 依然是不太可能再回归奔跑吧 再者 从奔跑吧 盛台片大量采用新人的举措来说 奔跑吧 全新一季的大换血 或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抛开这两年 陆续爆雷的杨颖和蔡徐坤外 在节目中贡献了无数笑点 更是最佳若华季的沙翼 在成为了王牌对王牌的常驻后 或已是不会回归 而仅剩的李晨和郑凯 两位元老级的嘉宾 在节目中也更多只是象征性的价值 无论是相关镜头 又或者是游戏的参与上的比重 都显然比以往要来的更少 两人还能继续坚守 或也只剩下情怀的意义 双双退出 或也是时间上的问题 而在杨颖 沙翼等人退出 李晨和郑凯西分大幅减少后 唯一的常驻女MC白露 无疑就成为了收益最大的一位 现在的白露 不仅在节目中的状态越来越出色 各种不顾偶像包袱的夸张表情 也是收获了无数观众的认可 而且因为这两年主演的 《长月静明宁·安如梦》等作品的火爆 更是为白露积攒了足够的热度和人气 比起此前刚刚加入奔跑般的可有可恶 现在的白露已然更具底气 在杨颖缺席的生态片里 白露在的那几乎一旧是 整个跑男团的新团宠 无论是镜头数量 又或者是个人的控场能力 都变得更为优秀 即便是诸如 孟子义 蔡文静 如意小等人气小花踢馆的意图明显 已依旧没能压过白露的精彩表现 而白露成为奔跑吧 下一个力捧的对象 甚至说是已经是一姐的最明显特征 那就是齐替代杨颖 成为了奔跑吧 官方冠名商安慕西代言人 试试想想此前阳影在节目中的地位 也是能明白白露目前是有多受宠 不过 虽然白露 周深 以及范城城等新的常驻 在不断成长中也能独挑大梁 尤其是节目外的作品助力下 更是能让奔跑吧 保持着足够高的话题度和讨论度 不至于让节目太过愈冷 但全新的一季奔跑吧中 若都是大量新人的话 缺乏了以往的情怀 节目的收视率与热度 会也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对此 大家是怎么看呢 欢迎私信留言 我们一起交流